近日,疫情叠加低温影响,上海的外卖订单数量明显上涨 外卖骑手的运力不足,致使无人接单或配送延迟等情况频发 12月22号,记者走访了美团外卖的环球港站点,了解一线站点的现状 外卖小哥王晋被同事们称为站点的天选之子 迄今还没有扬过,记者看到他时,他手里拿着三份外卖,后备箱里还有三份 还有两份外卖没取,王晋告诉记者,最近这两天的订单量直线上升 上周每天平均接单量在60单左右,这周每天平均要90单以上了 配送物品中大概10%是药品,王晋说,尽管很多同事都养了 但是他并不太担心,相信大家能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美团外卖环球港站点的站长马亮平时在站点主要负责外卖骑手的出勤及协调订单等工作 马亮坦言,最近这几天的压力甚至比今年上半年上海风控那段时间还大 总注册人数128人的站点,目前现在的运力只能达到40%到50% 毕竟就是说外卖小哥在路上奔跑也很不容易,能多一些体量,然后少一些差评 为鼓励骑手,上海市网购商会发出特别倡议,鼓励近期未到岗工作或有闲暇时间的居民 在确保自身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加入配送队伍 美团外卖也于近日启动了疫情关怀金 外卖站点还专门配备了口罩、抗原及药品,供骑手自行取用 据悉,最近一周上海已有约5000名亲骑手加入美团外卖 为城市保供提供运力支持 马亮表示,这周站点里也有二三十个阳过的骑手返港 相信运力最快下周就能有较大恢复 记者走访时,掐风冬至,马亮订了饭店约上站点的骑手们一起吃饺子 九五后吴新洞正是返港阳过门中的一员 当天下午两点半,在匆匆吃过饺子后,他拿出了手机准备上线接单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都能把船早点送到姑姑手上嘛